国防院的国防战略署长苏子云 他是这么看的 前几天美国说要把台海变成地域 以挫败中共 所以他认为不排除 共军是透过个正常的任务回航 那顺便来大秀肌肉 其实我倒蛮认同苏子云讲的这个话 现在有几点我们确实可以证明的 就是它的航向是由南向北 那确实是可能由这个海南岛的三亚基地 它的母港要回到葫芦岛 它现在这种这一型的潜舰总共有六艘 那依据这个解放军他们自己公告的 大概在去年的公告 他讲说他这六艘已经在实施战备执勤了 战备执勤的意思就是说 它随时可以保有两艘潜伏在海底下 然后对美国实施核打击 因为它这个巨浪2射程7000到9000是巨浪2 巨浪3的话它的射程是12000公里 也就是说它的射程会更远 那通常这种核潜舰来讲的话 它做战略打击是准备做核暴富 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我国家 遭受另外一个国家核打击来讲的话 我可以有第二级的力量 因为你不晓得我潜伏在哪里 那这个巨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巨浪这种飞弹 它是从海底面就直接发射出来 它不用浮到水面上 它从海底发射 它甚至于可以穿破冰层 也就是在北极海那边 它可以穿破冰层 它不是一枚 它一枚上去有10颗弹头 到外太空它有10颗弹头 它是多弹头的 也就是说一枚来讲的话 它可以带10颗核弹 那12枚的话 如果说12枚的导弹来讲的话 它就等于说120颗导弹 其实如果说是再加上两艘 在战备执行的话 也就是它有240颗导弹 240颗核子弹头 可以攻向美国 其实它是属于战略威择型的这种核潜舰 这是第一个我想我们确定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从这个苏子云 他这个研判 他因为从太阳这个方向 还有角度方向 还有我自己看的这个位置 它船头是向北的一个船头 其实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位置大概是在金门的东定岛附近 东定岛是我们国军守军的一个岛 大概在这个 我看地图上面标示的位置 就在东定岛附近 它从这边 其实东定那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王永庆的漳州电厂在那个地方 都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又难向北 那我现在特别要讲说几件事情 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有一些疑惑的 就是说 他人家讲说 他是不是走这边来讲 避免海上测的升文 走太平洋会测升文 走这边来讲的话 他会不会测升文 其实走这边来讲 如果金门要对他测升文也是可以 但是金门对他测的升文 因为浅见在水里面那个升文来讲 因为盐分的不同 因为深险的高度不同 就像是我们一根筷子插在水杯里面 你会看到它折射嘛 所以因为深度 所以那个升文也会改变 其实意义来讲的话 在浮航的这种 跟在海里面的这种升文是不一样 可是我个人觉得说 这次来讲 除了他可能回到葫芦岛 去做这个税修之外 另外苏子云讲这顺便秀肌肉 我说可能性很大 我们看一下 顾立雄现在讲什么话 他今天早上已经离开 那你为什么顾立雄不想说 今天早上才离开 这个已经离开跟才离开 那意义差很多 你会发现 如果说他 我个人认为说 他是回去顺便秀肌肉的可能性很高 第一个 他大白天走给你看 对不对 他在大白天 昨天上午 那到今天早上才离开 可见他一整天 一整个白天都在那个地方 在那边晃荡晃荡 就是让你们看清楚 我这边就是有核潜见 在这个地方 我有这种实力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这边晃荡很久 如果说按照 我目前知道 他这个船 在如果说水面上面 航速来讲的话 概率是20节 20节也就是 一小时可以将近跑 将近快40公里 是大概30几公里 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从金门 要脱离台湾海峡来讲的话 可能半天时间 他就脱离了 那而且他不走晚上 他就白天浮上来给你看 所以他不需要在这边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他秀肌肉的可能性 这种你不可去避讳 尤其是最近来讲的话 他这肌肉不是秀给台湾看的 我们台湾来讲 对这种武器 他不会用这种武器来对付 就像是不会用航空母舰来对付台湾 但是我觉得针对美国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美国最近来讲 美日韩一天到晚 在这个东海那边实施个型的军演 然后尤其是最近又是英勇之盾的演习 然后下个礼拜开始是环太平洋军演 其实针对中共 剑指中共的可能性很高 在这种状况下 那中共当然要回击一些 这个展现一些肌肉 所以是不是利用这次回航 往葫芦岛去做碎修的时候 顺便在这边展示一下他的肌肉 在那边晃晃晃晃晃给你们看 那第二个我觉得 以这个解放军来讲 大家要知道 你不要光看到第一层 他秀这个肌肉094 094其实美国早就不把他 他身份早就被美国知道了 为什么美国经常讲一句话 他那个龟背设计 很明显就是那龟背突出来那一截 就是帅家军昨天有讲 因为他那个导弹很长 他这个装不下 所以他必须要突出来一截 但是他现在有一种新款叫096 他就很大 他大到多大呢 比这个船要将近大一倍 也就是说他就不需要 再有那颗龟背 他这个导弹就直接放下去 那096他的装弹量是多少呢 他是他的一倍 他可以带24枚的这个导弹 那24枚的话一次 如果说再加上核子弹头 一个巨浪三 他可以带这个10颗核弹的话 那你想想看 24枚的这种巨浪三的话 就将近240颗的核弹头可以攻击 那他到北边去来讲的话 他如果说从北极海那边 开始发动攻击来讲的话 美国几乎都是在他的 包括华府都是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不敢说 大概目前为止资讯影 大概都已经很明确了 他可能就是到葫芦岛 从他的母岗母岗这个海南岛的三亚基地 要回到这个葫芦岛里面去做税修 去做维修 然后因为这个也顺便 我觉得他也顺便秀一下肌肉 但秀一下肌肉是让你看一下 我有这招前提 另外它是不是含义就是说 我的096已经出来了 因为096去年来讲的话 美国的这个卫星征兆 有发现到三亚的基地里面 在这094旁边停了一艘更长更大的潜舰 那他们美军研判可能是096 尤其是最近来讲的话 跟俄罗斯来讲 很多的他们之间很多的军事合作 那俄罗斯我们知道 其实他的潜舰也蛮厉害的 全世界排名也算前几名 大概不差美国 也不出日本 他的静音设备具体是特别的明显 像以前有一部电影叫《猎杀红色十月》 就是描述俄罗斯这个台风潜舰 它的静音效果 他立刻说停就停了 美国的要追踪它的潜舰 立刻就失去踪影 我记得那部电影情节是这样描述的 当然那是电影啦 那事实上也就是说 美国也承认说 俄罗斯它的潜舰的静音技术是很厉害 那现在来讲096 是不是跟这个俄罗斯那边 这个互相有一些军事科技的交换 让096有这种更新型的船可以做得更大 可以装的导弹更多 然后静音效果会更好 那我觉得它敢展示你094给你看的话 是不是代表它096也已经开始 我们不敢说是量产 可是目前有的资讯是 它最少有一艘这个096 那后续会不会接着量产 或者会不会做改良 我觉得这是后面要注意的 但是这次来讲我个人这个宁可就是 这个 站在比较严谨的态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你不能否认 它有秀肌肉的这种可能性在里面 是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